古今名人大解密 乞丐朱元璋如何当上大明皇帝 换老婆 那为什么 男女之间 久了以后 床上的那种 床地会慢慢失去兴趣 很多男人就要换老婆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对夫妻去种猪的改良场 解释完就跟他解释种猪 因为种猪要交配生肖的种猪 能够卖钱 所以有比赛 解释完就跟他讲 这一头猪是第三面 因为他一个礼拜交配一次 所以第三面 这位太太就踹着他先生的脚上 你看你看你看 意思说你这只不行 然后接着介绍 这一头猪是第二面 三天交配一次 他太太又踹着他先生一脚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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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说你也不行 对不对 然后再来 介绍说这是冠心猪 一天交配五次 他先生 这位先生就很好奇 问这个解释很招 请问五头猪是同一头猪吗 那解释到当然都是不同猪吗 不同 就是都是不是同一只猪 这时候换他先生 踹他太太的假装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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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说你看你看你看 换猪母的话 就能够一天五次的意思 所以老婆是别人的好 资源章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他不喜欢后宫家里 他是一个很透视的性癖好 所以他男生白花 听说他的小老婆 也有边疆民主的 也有乡下的乡八老 他喜欢啊觉得漂亮啊 难道就叫他来宫里面 当当他的小老婆 他不喜欢这些后宫 这种透视的性癖好 大概是中国古代的皇帝 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资源章相当有趣 他的故事非常的多 古今明人大解密 解开你所不知道的明人的谜团 资源章 其实他过世的时候 他要出病 也很多异象产生 也很多神秘的现象产生 而且他的父母 明孝灵 已经列为全世界的古迹之一 所以资源章有人说 你所不知道的一些谜团 你想知道这些谜团 请锁定古今明人大解密节目 让我江浩龙 用轻松的态度 轻松的角度 跟大家共同在解开资源章的谜团 白蓝DXO 好运珍宝系列 白蓝DXO 是社交名流宴会必备名酒 香醇渗透好喝 离合型包装设计 凝结最佳伴手礼 自用送礼两相依 首购族有特别优惠 心动就马上行动 关注点赞 分享 请搜寻连红好酒庄 谢谢您的欣赏 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 古今明人大解密 请不吝点赞 fare这些摇擦 请继续关注 行質位在搜寰 请不吝点赞 巨 kana